为什么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如果按照西方的媒体 俄罗斯在他所统治的地方 在顿巴斯 在卢干斯克 他都是这么残暴的 他侵略了乌克兰的领土 为什么这个地方最后投出来的公投 居然高达99% 高达98% 远远超过我们后面所看到的两个地区 很大的原因是这个乌东地区在2014年 当时在基辅本来的政权 是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 是比较倾向俄罗斯的 乌克兰从独立以来 由于内部人口的结构 过去的历史 他就一直分为亲欧派跟亲俄派 两边水火不容 当亲欧派的橙色革命上台之后 天然气公主贪污 他们就下台了 就换成亚努科维奇 就亚努科维奇在那个时刻 因为答应民众 他要和欧盟签订协议 最后是和俄罗斯 他的理由是 我和俄罗斯得到更好的协议 但民众并不接受 最后那些亲欧派的民众 直接的攻入了基辅的市政厅 他占领市政厅的方式 丢汽油单的方法 其实和美国1月6号 当时所谓的暴力攻击国会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美国在他的国内不可以 在其他的国家可以 最终乌克兰亲俄罗斯总统逃亡了 逃走了之后 当时的政权就由亲欧派的人接手 而之后呢 亲欧派的人接手 就派了一支激进的乌克兰部队 本来他们只是一群激进来的 乌克兰的分子 并不拥有军队武器等等 他编制为国家正式的一个军队 变成就是亚素营 直接到乌东这个地方 开始进行了内战 内战长达八年 这是国际不太报道 而长达八年之后 顿巴斯 尤其是罗干斯科这里的人 就认为他们受够了 所以这次的公投 才会比例如此之高 高达98% 尤其是99% 让我们来看 过去顿巴斯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以下的纪录片呢 并不是俄罗斯所做的纪录片 你会认为 所有你所看到的 美国有限电视的报道 似乎这可能应该就是 俄罗斯做的吧 或是打一个 亲俄罗斯的国家做的吧 其实制作这个纪录片的 主要的主轴 我们参考的是 德国的德国之胜 这不是2022年的基辅 这是2015年的盾内磁客 更悲哀的是 倒在地上昇移的是乌克兰人 扔下炸弹的也是乌克兰人 这里是位在乌克兰东部 卢干斯克的武艺镇 乌克兰东部 卢干斯克和盾内磁客 同称顿巴斯地区 顿巴斯也正是这部纪录片的片名 这是法国暂地记者安妮 洛雷伯内尔 2015年在顿巴斯拍下的纪录片 记录一段被抹去的历史 那些人已在向他 獅子之后 穿了 她和她一起生存 的 她和她一起来 和她一起来 我和她的鞋子 在鞋子里 她哭着 手起来 耳朵 不要 他们也是欧洲人 但是整个欧洲对他们视而不见 这些孩子都不见了 就好,那你自然間不變 這就是一個人,這種人 這就是一個國家,在這是一個人 應該要自我作一殺 那就是一個國家 那就是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和民主黨 我們對這些國家 上uhan,我們都不凡 我們自己國家 是在那一陣子 有無聊 因為我們發生的事情 我們都ない 我們他們要有課 有些人不需要,有些人不需要,有些人不需要 有些人不需要,有些人不需要,有些人不需要 有些人不需要,有些人不需要,因为他们不想做 而是这样,我们贏了这个军 如果这边来的军,从来来的军,就来的军,家人不分开 家人分开,军人分开,军人在军,军人在军 乌克兰政府说,住在这里的全都是亲俄,分离主义分子 至少他不是,他只是一名退休矿工 我们在军,我们在军人分开,军人分开,军人分开,军人分开 我们在军人分开,军人分开,军人分开,军人分开 我好不是,他们释下来nder军人分开,军人分开 好 他们如果开始弄一下山洛台,军人分开,军人分开 军人分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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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人分开 这些是2015年的模样 开战后的顿巴斯 怎样了呢 答案是 和七年前一样 就在刚刚 这位八十多岁奶奶的邻居家 被乌克兰军队的炮弹击中了 博耐尔不只看到 他还拍下了 他给那些说没有这回事的人看 因为去从2014 他们在所迅速居住 我让你买了 陆上 收兵 不衡 确定 还是 我分枫 有点 我援 coincidence 这台兵 不应该 正常 不应该 不拥有 真的 我们把事故事 但那些 这一段 不应该 你会知道 等一下 我所想知道 我土耳达 當有當時奮制芬品,他們快樂 сп祝一個壞的祝贈 他們在燃熱火盤,氮塵 Infinite,氏氏 回到刚刚那位老奶奶家 采访五冬八年的伯内尔 为这场悲剧下了主节